朋友好啊 2022年的11月2号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继续说1966年10月24号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 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昨天我们分享到了 说到这个七大以后 这个主席和周恩来人币石在陕北 刘少奇诸德在华北 还比较集中的事 他说进了城以后就分散了 各搞一摊 特别是分了一线二线以后 就更分散了 毛主席接着说 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 要大家相互通气 向中央通气 向地方通气 1953年财经会议 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批这个博一波 批博一波的这个新税制 然后当时就打过招呼 要上下通气 毛主席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 不是秘密的 与彭真不同 这是指这个王大明50天 刘邓的这条凑路线 过去陈独秀 张国焘 王明罗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 这不要紧 高岗饶恕时 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 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 我不知道 彭真罗瑞卿 杨上昆 路定一是搞秘密的 搞秘密的 没有好下场 好结果 翻路线错误的要改 陈王李 没改 说这个陈独秀 王明 和这个李立三 周总理就插话 周总理说这个李立三思想 没改 马上就说不管什么小集团 不管什么门头 都要关紧关延 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 团结就好 要准许刘邓革命 要允许改 你们说我霍西尼 我就是霍西尼的人 七大的时候陈其寒说 陈其寒是55年的上将 主席说七大的时候 陈其寒说 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 人选为中央委员 王明和其他几个人 都选上中央委员了 毛主席说 陈其寒说不同意 选进中央委员 毛主席说 你看最后不都选上 现在呢 只走了一个王明 其他几个人还在嘛 毛主席接着评价了一番 毛主席说 洛府不好 就是说张文天 洛府不好 王家祥我有好感 东固一战 他是赞成的 就是指这个 苏区反应角 说东固那一战 东固一战 王家祥是赞成的 宁都会议 洛府要开除我 朱 周 他们不同意 周来和朱德 在宁都会议上 没同意 开除毛主席 罪议会议呢 他起了好作用 他说的是 王家祥 那个说没有 他们不行 洛府是顽固的 然后呢 下面他就一个省略 叫毛毛同志 是反对他们的 因为这都是文革时期的史料 这个 没找到最原始的出处 所以这个两个叉叉 谁 我还没有 应该说是 林彪 可能是林彪同志 是反对他们的 因为下面他说了 说聂荣真也是反对他们的 是否是说林彪呢 因为林彪那时候都一金团嘛 接着毛主席说 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这是毛主席当时说的很严肃的一句话 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你们有错误就改嘛 改了就行 回去振作精神 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 时间这么短 不知是否通 就你们想通没有啊 可能比上一次好 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 一个红卫兵 一个大串联 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 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 不要招降纳畔 我的右派朋友很多 周古城 张志忠 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的 怎么能行呢 哪有那么干净 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 了解他们的动态 那天在天安门上 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 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 无知无权好 这毛主席说这个六五年不回 李宗仁不是从海外回来呢 毛主席说六六年的时候 他拉李宗仁上天安门 李宗仁回来之后 一度姿势很高 因为自己当年 这个毕竟是那个叫什么 伪中华民国副总统 代总统 是不是 那么你看我都降了 我都回来了 投奔心中过来了 怎么安排一个副主席 国家副主席 或者说是什么 人大副委员长什么的 是不是 李宗仁回来 什么职务都没给他安排 为什么呢 毛主席说了这么一句话 毛主席说 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 无知无权好 毛主席接着说 民主党派要不要呢 一个党行不行呢 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 毛主席这把 这问题都留给大家了 民主党派要不要呢 一个党行不行 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 1957年以后 我们发展的党员很多 简博在 吴涵 李达 都是共产党员 都那么好吗 这里他提到的李达 就是中共一大代表 那个李达 最近这几个月 不是很多朋友们都起来 反驳 所谓的当年的 户北省委秘书长 没白说一个回忆吗 说这个什么 毛主席当年怎么 跟这个李达辩论 李达怎么反对 大跃进 什么高指标啊 什么这些东西 大量的史料证明 纯粹只须乌有 李达跟毛主席之间 没有过这 类似于这样的辩论 李达对于 所谓的高指标 是否有那样的 这个表达 要存疑 李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所谓的被迫害致死 跟毛主席没有任何关系 李达谁搞死 王任仲 中南第二大走私派的王任仲 逃住的副手 那个时候当全派不用 走私派吗 不就是为了自保吗 最后 扩大打击面什么 都是 像李达这样的人 当时那都是王任仲指使 默许 对李达 所谓仓库迫害 民主党派就那么坏吗 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路阳好 毛主席说 民主党派比彭罗路阳都好 民主党派还要 政协也还要 同辉冰讲清楚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 那时没有共产党 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 反康良 反帝制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怎么纪念呢 和红卫兵商量一下 还要开纪念会 我的分一向二线走向了反面 然后康生就插了一句 康生说 八大政治报告 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主席说 报告我们看了 是大会通过的 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就是不能单叫刘少奇和邓小平 他们两个人负责 就是八大报告 八大政治报告问题很多 现在看 这都成熄灭论 康生当年说的 还有什么 八大政治报告里淡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是不是啊 等等 毛主席接着说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 把会议开好 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 学生就让他们闹去 我们开了17天会 有好处 像林彪同志讲的 要向他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斯大林在1936年讲阶级斗争熄灭了 1939年又搞肃反 这还不是阶级斗争 是不是啊 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 做好工作 毛主席最后 毛主席下面又说了一句 掏心窝的话 毛主席说 谁会打倒你们呢 毛主席的意思就是说 他起码毛主席本人是不想把你们都打倒的 是不是啊 这是10月24号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回报会议上的讲话 那么你从头至尾听一听 你说毛主席说要把这些老干部和当前派全部打倒吗 斩尽杀绝了 哭口破心 能保一个是一个 只是希望他们能够经风与见识面 正确对待群众 同时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还有呢 正确对待自己 对待自己以前的功劳 也对待自己建国以后 做当权派以后的缺点 不足和错误 甚至是罪行 那么 这是在中央政治局回报会议上 毛主席讲 还不够觉得 这个范围还不太够 一犹未尽 他又拿到大会上去讲 就是在第二天 也就是1966年的10月25号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毛主席说 讲几句话 两件事 17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的不好 就是搞一二线 原来的意思呢 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 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 搞了一线二线 我处在二线 别的同志在一线 现在看来不那么好 结果很分散 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 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所以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 这是一件事 我插一句 事实上这个新中国建立之后啊 这个中央后来分一线二线这个事 其实始于什么时候呢 其实是始于毛主席陕北转战的时候 七大之后 毛刘是这个顺序 刘二线是毛主席之外的 中共最高领导人 那么呢 应对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然后呢 毛主席带着周恩来和任币时 转战陕北 然后减轻这个彭习 这个西北野战兵团的压力 为台湾兼敌创造战机 同时呢 也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所以呢 这个毛主席当时 提中央一分为三 毛主席他们 那这个刘在山尾打一个机 然后叶洁英他们呢 组建中央后卫 然后到山西 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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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区 去旅行中央赋予他们的工作 最大还有一坨子 就是刘少奇和朱德他们 带领着中共中央机关的主力 骨干人员到了这个禁察记 去了西北坡 在这组建了中共中央工作演员会 带行中共中央职权 这个时候似乎呢 从全党的管理上来说啊 这个你要说战争的话呢 那肯定刘少奇和朱德他们在二线 毛主席他们在一线 是不是 那天天各地人周旋呢 是不是 啊 大家去看看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相关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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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这个记载啊 甚至你要是不愿意看书 你都也可以看看 威威昆仑那样的电影什么的 从战争的角度来说 但是从全党的这个工作来说 毛主席他们那时候是战争 第一位的时候转战 毛主席那时候他们属于二线 而刘少奇朱德他们的工委 中央工委 那是站在前台的 领导全党工作的 领导整个解放区工作的 带清中国中央职权 所以他们是一线 而恰恰就是因为那一年多 中央这么分了几块之后 然后中央赋予了刘少奇 他们中央工委那么大的权力之后 这刘少奇就养成习惯了 所以因为那个期间 不必凡事 他就不必凡事都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电台也不能总工作呀 是不是 总工作他给撤出来 别一把打劲了是不是 所以呢 很多东西呢 就是授权刘少奇 中央工委 你们就可以见机行事 该发文发文 该知道全国工作 知道全国工作 这刘少奇也养成习惯了 毛主席到了谢远坡以后 会合了之后 刘少奇这个毛病还不改 所以毛选五卷开篇 第几篇文章不就是 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和杨尚昆 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文 发文件 这就分散主义 就分散主义 就是刘少奇又养成了一线工作的尽头 习惯了 那么到了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 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 事实上呢 事实上刘少奇就又找回了当年十年前的那个感觉了 这西百坡的时候 那一人说了算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叫什么呢 就是中央又一次的分散 是不是 就分散 说毛主席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 相当的独立王国 都是这样 毛主席说八级十一中全会做了改变 就是毛主席重新回到一线上来了 这是第一件事 毛主席说 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 许多事让别人去搞 培养别人的威信 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 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 大家赞成这个意见 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 有些事情处理的不那么好 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 所以呢 我也有责任 不能完全怪他们 你看毛主席 你看毛主席这个姿态和境界 我也有责任 不能完全怪他们 毛主席还解释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毛主席说了好几条 毛主席说第一 常委分一二线 搞书记处 是我提议的 毛主席说八大之前 这是毛主席自己提议的 分一二线 搞书记处 毛主席说是我提议的 大家同意了 在吗 那就是过于信任别人了 这件事引起了警惕 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 那个时候 北京就是没有办法 中央也没有办法 去年九十月提出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地方怎么办 我就感到我的意见 在北京不能实行 为什么批判武寒 不在北京发起 而在上海发起呢 因为北京没有人办 那个时候毛主席 在北京那时候 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影响力 发天文人都不给你发 毛主席说 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就是彭仲正阳解决完之后 北京问题基本就解决 八九十一中全会 包括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又解决了刘少奇和赖耀饼的问题 毛主席说 两件事 第一件事说完了 一二线的事 毛主席说第二件事 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 就是批了北大聂元子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 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 炮打私信部的大字报 这几件事时间很短 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 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 王主席跟着中央工作会议 全员 与会者说 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 来势很猛 我也没有料到 北大大字报一广播 全国都闹起来 红卫兵的信还没有发出 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 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 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 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你看毛主席 多么的善解人意 跟那些老干部说 你们有怨言这难怪 毛主席接着说 说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 说过决定 说过决定通过了 不一定能执行 果然很多同志 还是不那么理解 现在经过两个多月 两个月了 有了经验好一点了 这次会议两个阶段 头一个阶段 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 后一个阶段 经中央同志讲话 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 思想就通了一些 运动只搞五个月 只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 也许还要多一点 这就是王主席说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这个周期有多长 或者说这个时间 它是怎么设计的 运动搞了五个月了 可能还要再搞五个月 就是按这说法的话 也就是1967年上半年就结束了 当然后面还说 也许还要多一点 后来这些当学派的老爷们 果然不就是一件事 接一件事在那闹吗 是不是啊 在那顶 然后不就是 这这 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就把这个毛主席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率领的 这些个 这个起来的这些个革命群众 是不是啊 就给拖下水 一推就拖到了 八戒十二中全会 闭幕差不多那个时候 六八年的年底 毛主席说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 开始搞民主革命 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 斗争怎么斗争法 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 毛主席又开始给他们回顾历史了 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 总结经验 搞了二十八年嘛 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 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 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就都那么理解 去年批判武汉的文章 许多同志不去看 不那么管 以前批判五星状红龙梦研究 是个别抓 抓不起来 不全盘抓不行 这个责任在我 个别抓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 前几个月 一二三四月 用那么多文章 中央又发了通知 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还是大字报 红一鸣一冲 引起注意 不注意不行了 革命隔到自己头上来了吗 赶快总结经验 做政治思想工作 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呢 就是总结经验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回去以后 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要做 中央局 省委 地委 县委 召开十几天会 把问题讲清楚 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 有人说原则通了 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 原来我想不通 原则问题搞通了 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吗 毛主席就问 现在看来 他们说的还是有点道理 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 没有做好 上次开会回去 有些地方 没有来得及很好的开会 十个书记 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 一冲就冲乱了 学生们生了气 自己还不知道 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 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 表示欢迎就可以了呢 人家一肚子气 几个问题一问 不能回答就被动了 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 所以我对这次会议 信心增强了 不知你们怎么样 如果回去还是老张成 维护现状 让一派红卫兵对立 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 他们搞什么 毛主席看得一清二楚 让就算你们老张成办事 然后维持现状 让一派红卫兵对立 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 就搞不好 我看会改变的 情况会好转 当然不能过多的要求 中央局省地县 广大干部 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 不一定 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 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 但是我相信多数 讲得通的 讲得通的 毛主席总结了 这讲话开始做总结 上面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 一件事讲历史 第一件事情讲历史 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 别人有责任 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呢 就是五个月文化大革命 火是我点起来 时间很仓促 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 和十七年受制 与革命比起来 时间是很短的 只有五个月 不到半年 不那么通 有敌处情绪 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有敌处情绪 毛主席说 我可以理解你 为什么不通 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 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 你们外交部也一样 军委也一样 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 来了就来了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 多少年没有想 一冲就想了 无非是犯错误 什么路线错误 改了就算了 谁要打倒你们呢 你看毛主席说 谁要打倒你们 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 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 没有想到我们老前辈 为什么怕红卫兵 还有五修全 四个小孩分成四派 有同学到他们家里来 有时一来一来 好几十个 有好处 我看跟小孩接触很有好处 大接触一百五十万 几个钟头就结束了 也是一种方式 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 我几乎全部看了 你们毛主席接着毛主席 真是推行之术跟他们讲 毛主席说 你们过不了关 我也不好过 你们着急 我也着急 不能怪同志们 因为时间太短 有的同志说 不是有心犯错误 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 可以原谅 也不能完全怪 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 他们有责任 中央也有责任 中央也没有管好 时间太短 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 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 我看17天会议以后 会好一些 还有哪个奖啊 毛主席问大家 没有人讲 毛主席说 那今天就完了 散会 我们用两节时间 大家想想 毛主席连续两天的这个讲话 是不是苦口破心 是不是推行之府 是不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这就像莫里斯麦斯大 就是毛泽东中国 即后那本书的作者 麦斯大说 麦斯大说 无论如何 这些毛 这些毛泽东 现在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 曾经是他的革命同志 和革命干部 嗯 麦斯大说 无论如何 这些人都是你毛泽东 都是你的 尽管这些 官僚主义者 让你毛泽东深恶痛绝 但这些人 毕竟是你毛泽东 曾经的革命同志 和革命干部 都是让 麦斯大说 毛泽东宁可相信 大部分人是可以改造好的 在思想上 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 并且能够重新成为 革命者 就是用毛泽东的话说 就是 我是不想打倒你们的 那想到这 明天我继续 谢谢大家 明天我继续 感谢观看